X-DRIE 18i 在我身边的这个是 X-1 的小改款 这个小改款其实也是一个新车型 在之前发布的 X-1 小改款上面 是 X-DRIE 20i 的车型 也就是搭载 2.0 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 而这一个呢 它是 X-DRIE 18i 搭载的是 1.5 的 3 缸涡轮增压引擎 说到 1.5 缸涡轮增压引擎的 SUV 你是不是想到另外一款车呢? 今天呢 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新车介绍 看看这个 X-DRIE 18i 的 X-1 有什么卖点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X-1 的外观设计 因为它是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它在这个头灯组啊 还有这个前面的水箱护罩 和之前的 X-1 相比是有一点差异的 但是呢 这个 X-DRIE 18i 的 X-1 和 X-DRIE 20i 的 X-1 在外观上面 车头啦 它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样配备了这个 LED 的头灯组 还有这个超大的这个水箱护罩 其实从这个外观上面 我们看不到这个太大的差异 如果硬要从外观看出差异的话 其实就是它这个轮圈 这个 X-1 X-DRIE 18i 呢 它的这个轮圈啊 稍微小一点 然后它的轮圈设计也稍微朴素一点 它的尺寸是 225 55 R 17 所以呢 你在更换轮胎的时候啊 这个轮胎的费用可能你可以节省一点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轮圈的话 你也可以到外面去换 至于在车尾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X-DRIE 18i 还是有这个鲨鱼器的天线 有尾翼 有全 LED 的这个尾灯 它并没有因为它是入门版 所以变得阳春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写的是 X-DRIE 18i 它是 X 不是打叉的 X 所以呢 它是全轮驱动车型 并没有 4-wheel drive 还有这个排气管呢 它也是单边单出的设计 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运动化 但是有一点我很惊喜的是 虽然它是入门版 但是它已经有这个电动的尾门开启哦 它并没有因为它是入门版 所以它就 cut 掉了这个功能 而且呢 它的这个尾箱空间其实还蛮大的 如果今天呢 你是作为一个家庭用途的话 那么这个 X-DRIE 18i 的尾箱空间 我相信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啦 但是有一个重点哦 它没有备胎 打开引擎盖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拉杆 这个拉杆可以提升车辆的操控表现 另外呢 这具引擎也是我们熟悉的 V38 引擎 开气量为 1.5 公升 3 个气缸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40hp 峰值扭力 220Nm 其实在小改款之前的 X1 呢 就已经把这个 iSIM 的 8 速前驱自排变速箱 更换成了这个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根据官方的数据呢 这个 X1 X-DRIE 18i 的 0 到 100 加速是 9.6 秒 它的官方油耗是 6.3 公升 100 公里 如果说你对这个动力需求不大高的话 那么这个 X-DRIE 18i 的动力表现应该还是符合你的需求 但是呢 如果你对动力要求比较高 那么你可能就要去找那个 0 到 100 7.6 秒的 X1 X-DRIE 20i 在安全系统方面呢 是我比较不了解的地方 因为这个 X1 作为 BMW 最便宜的车系啊 它竟然搭载了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这个壮局易景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等等 售价更贵的 X-DRIE 20i 都没有这些功能 可是 X-DRIE 18i 有哦 所以我们相信可能在未来 这个 X-DRIE 20i 会升级这些配备 但是目前来讲 这个比较便宜的 X1 配备是好过比较贵的 X1 的 进入内装 这个 X1 的 X-DRIE 18i 或者是 X-DRIE 20i 其实你看不到太大的差别 除了这个方向盘 因为这个 X-DRIE 20i 的 X1 是这个 M Sport 的版本 所以它配备了一个 M Sport 的方向盘 至于这个 X-DRIE 18i 这个方向盘的设计 就和这个轮圈一样比较朴素一点 然后像是仪表呢 还是这个 看起来感觉很数位化的仪表 这个仪表的清晰度不错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呢 它的尺寸也没有变小 还是一样的尺寸 但是呢 比较可惜的是 它没有 Android Auto 也没有 Apple CarPlay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变速箱了 这个变速箱其实是源自 X2 的这个电子排挡杆 虽然它的设计没有以往的这个 BMW 的鸡腿那么好看 但是我觉得使用起来的逻辑还不错 重点是它有电子收刹车 而是没有 Auto Hold 其余的功能方面呢 它有这个记忆座椅的功能 而且是两组哦 如果你的车只是时常换驾驶者的话 那么这个记忆座椅装置呢 就非常的实用 X1 呢 作为这个 BMW SUV 家族中最小的成员 所以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我们不能舍望太高 我现在坐下来 其实我觉得 这个座椅感觉有一点偏硬它的发泡棉 其实还蛮硬的 然后呢 压迫感是有一点重 但是我可以坐下一点 但是你坐倾斜之后呢 你这个脚铺空间就没有了 我觉得这台车的空间表现其实就是 介于这个 V Segment SUV 和 C Segment SUV 之间 但是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有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以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 如果后座乘客没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一定会热湿 另外呢 它的下方还有两个 Type-C 的 USB 可以提供这个后座的乘客充电的需求 可是比较好奇的是 前方的 USB 是普通的 USB 但是为什么后面变成 Type-C 你要使用的话 你需要一个转接口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小改款的 XY X-Drive 18i 的新车介绍 这里我们会放出它的价钱 而这个价钱呢 是扣除了100%的销售税 因为这个 X1 是 CKD 的车型 而且还有跟原厂的 5 年 Free Service 哦 喜欢这台车的话 那就不要犹豫的 赶赶下手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